优秀又能赚钱的艺人是圈中的香伯伯,王一博和乐华的合约期限快到了,很多家公司都在虎视眈眈,但王一博和乐华解约,应该是不会解约的,原因也不是知遇之恩这么简单。 杜华说过,选择王一博时他才13岁,随后就被送到韩国训练,在那边上学,学成回国,唱跳,主持,拍戏一样都不落下,年纪轻轻就学着吃苦成为大人。 王一博所经历的辛苦,是旁人无法想象的,能到达今天的未知公司助力之外,和他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。 公司对王一博的上心,自然是不用说的,但同时也要防着有别的公司,开出更好的条件接近他。 王一博这样炙手可热的顶流,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,所以留住他是乐华首要的事情。 据悉,乐华给王一博早就分配了单独的运作团队,并且分成也重新谈了。 王一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之后,留下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,但是,乐华留人的手段,自然也不止给好处一点。 据爆料,能让王一博留在乐华的另外一个原因,就是乐华手里掌握能垂他恋爱的料。 为了自保,王一博也不得不选择和乐华续约。 王一博从之前到现在,一直被传和其美和的恋情,从同款到航班等等。 只不过,双方都没有承认过,就成为了无稽之谈。 其实这个年纪谈恋爱也正常,只是对于王一博这样的职业来说,谈恋爱是高危的。 大家对这件怎么看?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iqu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